这个女人太会玩了 晚上去酒吧嗨皮 顺便犯了一个大多数女人都会犯的错 第二天就发现相亲对象 竟然是自己的一夜情对象 女人名叫顾依雪 相爱多年的男友背着她找了别的女人 恶毒继母也为了生意对她逼婚 似乎已经到了人生的谷底 但是女主怎会甘心做柔弱的小白兔呢 早上 睡梦中的顾依雪 被继母骂骂咧咧地拽起来 要求她去伺候陆氏集团的少爷 顾依雪直接甩开继母伸向她的手 继母没想到这个野种敢忧逆自己 随即开始破口大骂 顾依雪也不惯着她 直接一杯水泼了过去 区区一个小三 也配提原配 下次再管不住自己的嘴 可就不是一杯水这么简单 霸道的气势下的管家 也在一旁瑟瑟发抖 路绍是吧 我倒要看一看究竟是个什么牛马 随即来到了路绍家中 刚推开房门 就被一个男人拦腰抱起 半放在桌子上 腰还疼吗宝贝 看着眼前近在咫尺的脸庞 结合着进门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 顾依雪总觉得有那么些熟悉 渐渐地眼前的脸庞 和昨晚的身形完美结合起来 我靠 造孽啊 怎么会是她 老天爷你在整我吗 漫画都不敢这漫画的 内心丰富并不影响她满脸的震惊 还想装作不认识我吗 那道该死的脸庞又凑了上来 明明昨晚还那么热情 身为天之娇女 怎能被你掌握主攻 顾依雪一把拉过陆立扬的领带 性感的红唇凑到她的耳边 不好意思 我睡过的男人里你很一般 如何快速地倒垮一个男人的心态 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的相亲对象 竟是自己的一夜情对象 直接贴在她的耳边说 真的是毫无感觉 陆立扬直接呆立在当场 下意识地往下探了一眼 我只是想来看一下 静母勾搭上什么任务 昨晚的事情就当是一场误会吧 随即不依雪就要跟她 既然已经来了 哪有让你跑的道路 陆立扬反手将其拦腰抱起 如果没错的话 我应该是你第一个女人 她不由分说地又将脸贴了上去 紧接着又熟练地开始扒了她的衣服 是可忍 熟不可忍 一声爆喝之下 陆立扬就和九平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陆绍就这水平 还是去找几个人练练吧 免得让人看了笑话 再见了陆总 我可不愿意在一个肾虚男身上浪费时间 随即潇洒地关上房门 留下了满脸复杂的陆立扬 看着她的背影 一段回忆涌上心疼 那是一个大雨磅礴的晚上 陆立扬被顾一雪所救 至今为止 她都无法忘记那张精致又善良的脸颊 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治愈着这个受伤的大男孩 不过没关系 最后你一定是我的 顾一雪回家之后 管家阿姨就告诉她家里来了客人 来到客厅 她直接愣住我 看着来人久久不语 原来是她的前男友慕少臣 渣男首先开口吧 你的衣服怎么成这样了 随即将外套脱下来披在顾一雪身上 顾一雪看着这个伪善的渣男 想起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反手将她的衣服丢在一边 你的衣服我可不敢穿 我嫌脏 社会上为啥有如此多的下头男呢 她前脚才因为利益与女主分了手 后面又来女主家里妆申请 顾一雪早就看清了慕少臣的为人 反手将衣服甩下 你都结婚了 何必来我这桩申请 还是说你想让我帮你回忆下 当初分手的时候有多难堪 一句话堵得下头男尴尬在当场 无巧不巧的是 谢嘉宁此时正好感到 她抱着下头男的胳膊 开始说一些有的没的 仿佛刚看到不远处的顾一雪 只见她吃惊地用手捂着嘴 呀 一雪衣服怎么这个样子 不会是刚跟什么野男人鬼混回来吧 这也太伤风败俗了 好家伙 一来直接对着女主就是一顿输出 谢嘉宁是市长千金 同时也是慕少臣的新婚妻子 顾一雪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伤风败俗 勾引男人的第三者 被捉奸在床的才叫伤风败俗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仿佛被人踩到了尾巴 你信不信我叫人把你关起来 徐静武 作为一名律师有必要提醒你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非法拘禁或剥夺他人自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具有殴打情节的 从 重 处 罚 眼看说不过顾一雪 谢嘉宁开始侧方位嘲讽 顾家都要破产了 你们没有本事 怎么不去拿下陆立阳啊 整个币是谁不知道 陆氏向银行施压 你们顾氏集团资金才会这么紧的 顾一雪又一次听到这个熟悉的名字 怎么哪里都有她 看来的好好会议会她了 随即 她就恼羞成怒地来到了陆立阳家中 正好看到了正要游泳的陆立阳 看着她的88块腹肌 有那么一瞬间是沦陷的 肾虚难微微一笑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吗 话音未落 滑得一身跳入水中 我不是来看你游泳的 我就问一句 银行不给顾氏贷款是你搞的鬼吗 陆立阳甩了下头发 缓缓伸出手 我可以告诉你顾家被银行拒之门外的原因 前提是你得拉我一下 看着她的大手 顾一雪总觉得没这么简单 犹豫之后还是将手伸了出去 哗啦一身 正如所想的那样 陆一雪就给她一把拽入了水中 这个胖子也太不厚道了 一个人在会所玩摸摸唱 正当她左拥右抱之时 一双精致的高跟鞋逐渐映入她的眼前 原来是盛装打扮后的顾一雪 她精致的手指 托着一只过半红鱼的高脚背 眼神迷离地坐在沙发上 金行长 要不我陪你喝一杯 我家贷款的事 能不能网开一面了 这种场面哪个男人顶不住 金行长当即就向她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当然可以了 只不过你要怎么报道我 我还是不太懂一的意思 顾一雪睁着卡兹兰大眼睛继续装傻 金胖子反手将她拥入怀中 只要你陪我一晚 我保证你家的贷款 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 随即双手不安分地 看着这双肮脏的双手 顾一雪眼中闪过一丝 顺势闪开后 她的思绪回到了两个小时之前 原来陆立阳将水中的顾一雪抱起来之后 就背来了一次深刻的爱的教育 她告诉顾一雪 因为她的继母木雅琴做事只看收益 不考虑风险 导致顾氏集团的投资血本无归 缺口越来越大 根本没有银行愿意承接顾氏的贷款 即便她的父亲顾长红碑公屈膝的去求别人 也只能像是赶苍蝇一样被人拒之门外 随即她一脸认真的看着顾一雪的眼睛 银行不是我开的 我不能给所有银行施压 你到底在中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顾家的就是主 随即她搂过顾一雪的妖枝深情的时候 只要你做我的陆太太 你们顾一雪一把将其推开 缓缓起身 原来这就是你的目的 恐怕要让顾少失望了 我可没有要对家族献身的想法 既然不是你从中作歌 剩下的事情就不劳你老费行了 我母亲留下来的产业 我自己来守护 回过神来后 看着自己手中的录音笔 仿佛就是拯救顾家的最后一根稻草 金行长这么明目张胆地 以权谋私是不是不太好啊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惨了 为了家族生意 竟然想要献身给这个油腻老男人 上一秒还是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 下一秒直接拿出一根录音笔开始威胁 作为银行行长的金胖子 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个时候还在惦记着眼前的小妞 我还是把这段录音传到网上吧 让整个壁事都看一看 你金行长的威脸 只要我想 完全可以让你身败名裂 金胖子似乎不为所动 性格还挺烂 不过我喜欢 顾小姐你首先要确定 能走得出这个门再说 你什么意思 说着顾一雪就感觉身体上 一股强烈的困意袭来 要笑发作的可真是时候啊 金胖子又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拖着沉重的脑袋 顾一雪自知阴沟里翻了船 开始用法律来威胁 金胖子也不是吃素的 笑话 我金家在避世有权有势 玩个女人算得了什么 敢阴老子 看我一会怎么弄你 看着逐步走来的金胖子 顾一雪咬紧牙关 用尽自己浑身的力气 一脚踹了过去 看到金胖子吃痛的跪倒在地上 虚弱的顾一雪 趁这个机会赶紧开溜 他颤抖地打开房门 重心不稳的身体 瞬间被一个有力的胸膛接触 这个胸膛满脸回忆 你这手有点长啊 金航长 金胖子一脸震惊地 看着眼睛这个平处不可 顾一雪紧存的意识 看清来人是陆立颜之后 再也忍不住 一头昏倒在他的怀宫 你已经触碰到我的底下 好自为之把金航长 说吧 抱着昏雀的顾一雪转身就 只留下了瑟瑟发抖的金胖子 和几个一脸兴奋的保护 片刻后 房间中就成了了 杀猪般的紫色 另一个房间中 刚恢复一点神志的顾一雪 刚刚开眼睛 就看到自己身上 趴着一个熟悉的女孩 哎呀 陆立扬你想干什么 顾一雪吃惊地大喊他 回应他的是一个霸道的热乱 现在就让你知道 色诱别的男人的后果 这个女人为帮家族企业还贷款 不悦 你他妈的就是欠收拾 他越想越气 喜欢上赶着现身是吧 好 我这就成全你 说着又给陆一雪 来了一个霸道的强吻 空气中传来了荷尔龙的气息 明明只要向我低头 就不用有这样经历 陆立扬深情地 看着眼前故作坚强的女人 看来我还是太过纵容你了 感觉到身上一波又一波的热量 陆一雪心中大喊不妙 猛地推开身上的陆立扬 拿起一旁的矿泉水 就往头顶上挡 一瓶水下去 明显感觉到清醒不少 陆立扬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他 趁现在还清醒 我得赶紧开溜 顾一雪直接亮枪地往门外跑去 正好看到了 山山来迟的闺蜜林飞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着怀里的有气无力顾一雪 林飞也是满脸的不悦 别问了飞飞 先带我回去吧 做贼心虚的陆一雪娇羞道 好 我们这就走 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 果然是有备而来的 陆一雪你到底什么时候 才肯依赖我们 陆立扬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 男男道 随即 转头看向身旁的保镖 派人跟着他们 要确认他们安全到家 林飞家中 看着缓过要效的陆一雪 幸好那些老色鬼 给你下的劣质药 要不然你就危险了 林飞直接来了一场爱的教育 随即又八卦道 话说你怎么会招惹到陆立扬呢 听说这个男人可是万花童中国 天夜不沾身啊 被他看上的女人 不是失心就是失身 陆一雪尴尬道 飞飞你可别多想 我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而且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看着林飞疑惑的表情 他缓缓地开口 联系金行长 今天的事 我可没打算就这么过去 天道有轮回 苍天饶过谁 这个胖子昨天还想对这个女人 霸王硬上宫 第二天就像木乃伊一样 站在他的面前 看着眼前木乃伊一样的金胖子 顾一雪实在是没忍住 有意思的是 胖子现在还贼心不死 今天你要是不伺候好我 我一定让你们顾家勇无翻身之一 呦呦呦 金行长都这样了 我还想的那档子是你 公权私用 以权谋私 外加强制猥亵 随便哪条都能让你臭名昭主 顾一雪晃了放手中的录音笔 一脸坏笑的 金胖子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录音笔 拿来吧你 直接一脚踩碎 哈哈哈哈 看你还有什么招数 我这里还有好几只呢 不过你的花金行长再来点 顾一雪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金胖子软一下 我要你无限延长顾家的还款器械 这银行放款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 忘记告诉你 除了这个我还拿到了被女前规子 骚扰过女孩的资料 这些加起来可就不是身败名列这么简单了 顾一雪一脸的自信 看着自己的把柄在眼前这个女人手中 金胖子只能妥协 一周后 刚解决财务危机的顾一雪意气风发的走在大街上 恰巧就看到了正在散步的陆立扬 顾家的资金危机已经解除了 就不劳烦路大救世主了 再会 不对 是后会无期 说完 潇洒地转身离去 看着顾一雪远去的背影 陆立扬难难道 这小女子在解决了危机之后反手就曝光了金胖子 好一手过河拆桥的本事啊 不过 我陆立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一个能逃得掉 只见他慢慢地拿出手机 把故事集团高层偷税漏税的消息传播出去 事闹得越大越好 这一次 我要让你主动来求我 当有人想用跳楼来威胁你跟你求爱时 千万不要惯着他 只要爱特出一个倒霉蛋替他跳下去就万事大吉了 陆立扬看着站在天台边缘的倒霉蛋缓缓道 抱歉 你是哪位 陆总给我一个做你女朋友的机会吧 你肯定会爱上我的 倒霉蛋满脸的真诚 你跳不跳是你的事 我可没空陪你玩 一个轻生的人 跳楼前会精心打翻自己 你是把所有人当成人吗 一句话直接给倒霉蛋找无语 他不甘心地继续说道 其实你也爱我对吧 你肯定是有补忠的 不爽 随着陆立扬一声令下 几个保镖瞬间来到他的身边 将他死死地按在地下 就算这次没成功 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拿名剧 只要你承认你爱我 相死请自便 我为什么要和一个 不认识的女人谈感情 听到陆立扬的话 老霉蛋如遭雷击 直接挤眼了 陆立扬 你这个负心派 渣男 你不会又好下场了 我知道你案子的全部细节 我要发点你的竞争对手 我要亲手毁掉你和你的公司 这个女人又爱生恨 是妹子是傻子吗 顾一雪在一旁看得满脸不爽 为什么顾一雪在这里 原来在解决顽顾家的危机后 顾一雪就正式加入了 当地数一数二的 曼夫律师事务 正当他准备享受美好生活时 就被冲进来的同事 告知新来的实习生 在天台和陆立扬对峙 陆立扬不接受他 就会跳下去 随即 他们马不停蹄地来到了天台 恰巧看到了刚刚的银 智障的发言先停一停吧 顾一雪开始给他们 你也是学法的 要不要算算到大了 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倒霉蛋大惊 随即就被陆立扬的保镖给淡了下去 顾律师刚刚是在为我出头吗 陆立扬一把搂住身旁的顾一雪 还是说 看到有人喜欢我你试错了 这个女人缓缓走到男人面前 慢慢地退去身上的衣物 男人只是嘴角含笑地看着她 随即她慢慢地爬到男人身上 双手轻轻拂过她的胸膛 两人都含情默默地望着彼此 时间仿佛在此时凝固 可是 男人一把就把顾一雪的手扒了开 同一个女人我是不会睡第二次的 无非我想和她过一辈子 陆立扬一脸认真地说道 所以你最好想清楚 到底要不要上我的床 啊 陆立扬你这个人是只骨骂 顾一雪强忍着身上的部署 继续道 我们的关系只限于床上不好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只需要好好享受今晚的快乐 只见陆立扬一个转身 将顾一雪死死按在沙发上 你要搞清楚 我要找的可不是床门 而是陆太太 如果你听不懂 就可以穿上衣服走了 说着 一把将顾一雪的衣服丢在她身上 或者你考虑清楚之后再来找我 对你我是有耐心的 陆一雪陷入了屏思 原来 在跳楼求爱事件解决完之后 她就接到了恶毒继母打来的电话 各大头条曝光了公司高层偷睡漏睡 警察当着全公司的面 就要抓过一雪他爸 顾爸体面了一辈子 哪里丢过这种人 当即就两眼一黑进了ICU 医院说做手术要一笔巨款 顾一雪只好找亲戚朋友开始借钱 可换来的不是推托就是拒绝 走投无路的 她只能求到了陆立扬身上 作为条件 她要成为陆太太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可是我爸的病实在耽搁不起啊 陆立扬你可不可以 我说过了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其他免谈 为了爸爸我可以放弃尊严 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 顾一雪你宁愿和我二夜情 都不愿意做陆太太吗 你现在哄哄我我就原谅你 陆立扬心里暗自赌气 还是回去再想想办法吗 正当陆一雪准备走时 一到家子音传来 立扬哥呀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为什么就是不接吗 谁能想到这个清纯可人的外表下 竟然藏着如此的蛇蟹心肠 这个女人看到衣冠不整的顾一雪之后 直接破防了 你是哪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勾引男人勾引到这儿来了 放手 你神经病吗 顾一雪一把让她的手甩开 你竟然敢推我 黎英满脸的不可思议 小姐 是你一上来就不分清红皂白指着我的鼻子吗 顾一雪也不甘示弱 让开 脑子有病就赶紧去 别在别人家的门口乱叫 只见她又一把抓住顾一雪的哥们 你不准跑 欺负到本小姐的头上 看我怎么教训你 你们在吵什么 陆立阳一声大喝指着争吵中的两个 只见黎英秒变脸 立阳哥 你得给我解释清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在这里 我的私事什么时候需要向你报备 你只不过是我合作伙伴的女儿 陆立阳脸沉了下来 一句话顶的黎英久久故意 如果没什么事你可以离开 我不喜欢无关挺要的人待在我的家里 随即她转过身去柔情地说道 走吧一雪 我送你回家 看着他们的背影 黎英仍然不甘心 小贱人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立阳哥只不过是想忙而已 可我是她的青梅竹马 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感情了 你是多不足啊 是吗 有些人认识不到一天就结婚了 而有些人认识一辈子以为吧 这位小姐不是你们无缘 而是她对你 没兴趣 陆立阳也是很给面子的 柔住不一雪的妖枝 没错 自从见到你之后 我只对你有兴趣 看着轻轻握握的两人 黎英气得浑身发动 她凭什么让立阳哥那么温柔 敢和我抢男人 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一个歹毒的计划在她心中孕着 几天后 当读医学准备去医院看望妇女时 啪着一声 她就被人从后面咀嚷 醒来之后 就发现自己被五花踏绑在一个狭暂又阴暗的空间内 正当她猜疑自己为什么会被绑架时 一道见笑缓缓传来 小贱人 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呢 原来就是那个破产的顾家女儿啊 从未见过如此心狠手辣的女人 只是因为在心上人家里撞见了别的女人 就要绑架别人卖剧作丫 小贱人 你不是狂吗 这下我看你怎么跟我抢一阳哥 他轻挑着顾一雪的下巴轻笑道 李小姐 我错了 我再也不纠缠陆立阳了 你放了我吧 顾一雪开始示弱 放了你 想得美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黑森林夜总会 必是最大的欢乐场所 顾一雪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个蛇蟹心肠的女人 你想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勾引男人吗 那就在这里当一辈子的商品吧 在这里 没人在意你是谁 他们只会一遍又一遍地玩弄 直到死为止 眼看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顾一雪开始谈条件 李小姐 我和陆少昨天都是第二次了 我只不过勾了勾手指 她就扑上来了 说到此处 李莹直接炸毛了 一个大耳光甩了上去 贱女人 我就知道是你勾引的丽阳哥 陆立阳对我的态度你也看到 你就不想知道我是靠什么迷倒她的吗 吃痛的顾一雪继续倒 李莹似乎来了兴趣 快点说 不然我现在就叫人做了你 简单 你把手机给我 半信半疑的李莹把手机递了上去 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正当顾一雪的大脑 在飞速思考如何自救时 恰巧陆立阳的电话打了电脑 顾一雪大惊 瞬间点下了接通键 把手机给我 李莹一把将手机抢过 喂喂 一雪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回答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要是敢乱说 我现在就把你做了 嗯 我在 刚刚为什么不说话 刚刚在忙 现在不忙了 我的提议考虑怎么样了 顾一雪集中生智 对了亲爱的 我到底什么时候能成为陆太太 我倒是不在意 可是怕那位李小姐等不及啊 听到此处 李莹瞬间不淡定了 猛地挂断手机 陆立阳家中 她看着手机陷入了沉思 陆太太 李小姐 李莹 不好 喂 立刻给我查顾一雪的手机定位 哪怕给我掀翻整个避世 也要给我找出来 啪的一声 顾一雪又挨了一个大逼倒 陆太太 你还想做陆太太 这可是你自找的 来人 将这个女人给我扒光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真结恋女 什么 顾一雪大惊 这个女人正被两个男人 粗鲁地按在地上 她的眼眸中满是绝望 看着男人肮脏的 双手缓缓向她伸来 给我滚开 不知哪来的力气 一耳光扣在男人脸上 竟然敢打老子 男人摸着火辣辣的脸庞 让你再装 先让老子来咽个火 难道今晚我真的要背 就在顾一雪将要认命时 轰起大门被人 从外一脚踹开 看着地上衣衫不整的 顾一雪 陆立阳破防了 猛地冲到她身边 狠狠地将她抱在怀里 对不起 对不起 保镖也是立刻 将相关人员控制住 我在这里 没事了 走 咱们回家 看着眼前的男人 顾一雪缓缓松了一口气 你终于来了 怎么还没听到 顾一雪的求饶声 你们连这点小事 都办不好吗 刚进来的黎盈喊道 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绑走我的女人 黎盈 你好大的胆子 陆立阳像看死人 一样看着她 立阳哥我 我没有 你听我解释 黎盈还想狡辩 我不管什么原因 顾一雪是我的女人 你敢动她 就要有付出代价的觉悟 陆立阳 你别忘了我爸是集团的股东 你动了我 他不会做事不管的 黎盈直接撕破了脸皮 一个小股东而已 我还没放在眼里 黎盈 你应该庆幸 我没有你那样的龌龊狠 从今往后 你就在精神病院度过吧 什么 我不要 立阳哥 我错了 陆立阳不再理会他的嘶海 她慢慢抱起地上的顾一雪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 她暗暗发誓 小雪 小雪 一道温柔的声音传来 妈妈 是妈妈吗 小雪 我的女儿 妈妈 你来接我了吗 你一直教育我要坚强 勇敢 对不起妈妈 我可能要坚持不住了 小雪马上就要来找你了 一雪 顾一雪 睡梦中的她被人缓缓叫醒 映入眼前的 还是那张熟悉又精致的脸庞 我这是 在医院吗 当有一个男人多次在黑暗中 给你带来希望时 你会选择以身相许吗 医院中 悠悠转醒的顾一雪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猛地一把将其推开 滚开 别碰我 谁要是能打出这个字 我明天直接断更一天 衣服是护士帮你换的 我可没有趁人之危 我遭受这无望之灾 还不是拜你所赐吗 说到此处 顾一雪想起来医院的父亲 随即就要下床 谁置一个亮枪 眼看就要摔倒在地 眼疾手快的陆立扬一把将她接住 陆绍还是离我远点吧 我怕我下一次再被你的追求者毒打 不理会她的阴阳怪气 陆立扬猛地将她公主抱在怀里 走 带你去看咱爸 你身上有擦伤 医生说要静养 这次的事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这个男人前所未有的认真 他难道是在跟我道歉吗 陆绍说的最好是真的 顾一雪满脸的欣慰 病房外 陆立扬看着紧张的顾一雪缓缓道 本次手术由国内权威教授亲自主导 手术很成功 你不必担心 是你替我爸交的手术费吗 不然呢 难道是你那个结了婚的前男友吗 你什么意思 感受了陆立扬的话中有话 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看着手机中前男友发来的消息 一股无名的怒火涌上心头 都让我捉奸在床了 竟然还能说出这种话 真是厚脸皮 随后果断将其拉黑 你可真够决绝的 陆立扬调侃道 你不用讽刺我 我这是心疼你啊 顺势将顾一雪涌入怀中 说到底 男人不都一个样 好了 人你也看了 接下来该去看看我们的婚房了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想起他这么久以来 对自己的种种作为 不一雪陷入了沉思 陆立扬好像 确实挺可靠的 当父亲交手续费 教训金胖子 童林英手中救自己 紧闭的心房 似乎被缓缓撬开 好 我嫁给你 当有一个你喜欢了很久的人 突然同意要嫁给你 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陆立扬大喜道 真的吗 你同意和我结婚了吗 不知道陆绍有没有听说过新婚 也就是说 只有夫妻之名 而没有夫妻之事 抖音又偷偷整活了 为了迎接开学 抖音把点赞 变成了被书包的小可爱 输入抱抱自己 还有爱心抱抱特效 快去试试 听到这儿 陆立扬不高兴了 一把将他壁踪在墙上 顾一雪 你是不是忘了 我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 看来有必要让你 回忆一下那晚发生的事情 看着慢慢贴近的脸颊 顾一雪娇羞到 陆立扬你神经病啊 这里可是医院 这一幕正好 不路过的医护人员看到 看到自己被别人 像猴一样看着 顾一雪恨不得 找个洞钻进去 娇羞的他只好 用陆立扬来撒起 一个高档的别墅内 寿楼小姐热情地 向他们介绍着房子 看着寿楼小姐 怪异地盯着自己的右脸 陆立扬表示 上一次这么无语的时候 还是在上次 他自顾自地 向顾一雪介绍道 这个房子和 西区花园的别墅比起来 唯一的缺点 就是小了一些 你觉得呢 五百平米的房子 他竟然觉得小 万恶的资本家呀 他表面还是 不动声色地说道 有大小之分的 只有房子 家是不分大小的 听到这句话 陆立扬陷入了沉思 想到了自己的前女友 什么都要最大最豪华的 这一刻 他感觉面前这个女人 是如此的温柔贤惠 双手忍不住地 抚摸向她的脸庞 少来这一套 你把这个看一下 这是我起草的 一份婚前协议 部里会顾一雪 这些有的没的 一把将她拥入怀中 不急 我们之后 有的是时间慢慢讨论 吃饭的时候 顾一雪 终于按耐不住 自己的好奇心 我很奇怪 你不像是和别人 睡一晚就睡出感情的人 为什么抓着我不放吗 当然是因为你魅力大呀 你觉得我会信吗 这时 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陆总好巧啊 你们也在这儿用餐啊 别跟我虚伪 我懒得敷衍 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绿的莲花 一对年轻情侣 缓缓走向 正在就餐的两人 得知陆立杨即将结婚后 李人满脸的不可思议 婚房 立杨你要结婚了 这个和左一小姐有关系吗 这位就是准新娘吧 左一看着对面的 顾一雪缓缓走去 伴随着还有被碰倒的红准备 果不其然地 撒在了顾一雪身上 看到此景的陆立杨 只想给她一个大逼斗 她赶忙跑过去 假惺惺的道歉 真没想到万花从中国 片叶不沾身的 陆立杨被你收服了 这种场面 顾一雪早就见怪不怪了 卫生间内 清洗裙子的顾一雪 陷入了沉思 左一摆明了是故意的 她和陆立杨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时候 左一走得过来 向奈儿恩武 如微风般地清新 可是立杨不喜欢这种香水 好大一补酸味啊 如果你想长久地 待在她身边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模仿我 我直接一个好家伙 梁静如给她的勇气吧 顾一雪饶有兴致地看着她 让正宫模仿小三 真是神奇的脑回路 刚刚没有仔细看 你长得完全就是高仿的我呀 怪不得能和立杨在一起 说着就要伸手 去摸顾一雪的脸 她一把抓住 伸过来的爪 你说完了吗姐妹 我模仿你 模仿你最后被抛弃吗 你最多算得上 是一个被遗忘的前女友吧 看着左一放大的瞳孔 她继续道 你要搞清楚一点 我是你觊觎的 那个男人的太男 左一也不生气 她带着你出现在我的面前 只是为了让我吃醋吧 听到这句话 顾一雪直接被她的 后脸皮打扮 不如我们婚礼的时候 你们来见证我们的幸福吧 当然 前提是那个时候 立杨没有忘记邀请你 此话一出 左一终于破防了 猛地伸手朝顾一雪的裙板抓去 眼疾手快的顾一雪 一把将她抓住 你想干什么 女人一旦狠起来 往往比男人更可怕 这个女人想去把顾一雪的裙子 扒拉下来 被发现后 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这么紧张的妈 我只是想帮你拉下裙板而已 看着她淡然的表情 联想到可能发生的后果 顾一雪沉默了 这个女人太不简单了 回到餐厅后 两人很有默契的 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细心的陆立杨 还是发现了端倪 一雪 怎么不高兴了 等下我陪你去商场 不必了 陆总的厚爱我可承受不起 不理会她的阴阳怪气 这个世上除了你 还有谁能让我陪 说话就好好说 凑过来干嘛 陆一雪猛地把手抽回 没想到 这个女人竟然能沉得住气 左一心中对顾一雪的评价 又高了一分 随即 她缓缓走到两人身边 本来我打算因为自己的貌事 向陆夫人道歉来着 没想到聊得这么投机 要是以后还能有来往就好了 我看我们完全没必要来往了 顾一雪丝毫不给面子地说道 陆夫人你 左一个夫人 右一个夫人 你是一个奴婢吗 左小姐的心里 不会只有一个陆字吧 什么意思 左一 难道你心里还想着陆立杨 秦二少此时也是起了疑信 怎么会 我们已经分手了 陆先生对我而言 只是一个前男友 左一此时也是赶忙解释 看着顾一雪投来的目光 陆立杨有些心虚地说道 曾经有感情的才叫前女友 没感情的话只能算路人 这么多年了 你对我的误会还是这么深 听到此话的左一按爱上心 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 在纠结过往可不像我认识的女友 看着绿茶女的表演 孤一雪也是久久无语 看来不宣示一下主权 她是分不清大招王了 只见她突然猛地靠近陆立杨 在两人惊讶的目光下 缓缓地盘坐了上去 就当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真是受不了这两个人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亲亲我我 亲爱的 我们啥时候回家呀 这里的绿茶实在是太酸了 我也喝不下去了 那我们走吧 陆立杨绅士地吻过她的手指 看着一唱一喝的两人 左一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生气 要冷静 只要抓住秦少阳 就还有接近陆立杨的机会 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看到立杨和一雪这么恩爱 我就放心了 左小姐 我和我太太的感情 还用不着你来操心 陆左 左一也只是好心 秦少阳在一旁打圆场了 对别的男人好心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啊 秦二少还是注意点好 说吧 带着顾一雪潇洒地转身离去 留下了一脸复杂的两人 秦少阳也是起了疑心 左一 难道你对陆立杨还有感情 当然不是了 少阳你想什么呢 他赶紧转移话题 对了 下个月我还有一场演出 你可一定要来哦 此时 没有人注意到他手上的小动作 似乎一场阴谋正在悄然酝酿 但他不知道的是 上一个这么干的人已经在精神病院了 从餐厅出来后 陆立杨将顾一雪送到了家门口 下车时 陆立杨猛地拉住她的手 不一雪一个重心不稳掉入其怀内 时间在此时凝固 不打算请我上去坐坐吗 我刚刚才见识过你大度的前女人 没有哪个女人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和前任有联系 她盯着陆立杨的眼睛防缓了 自从认识你之后 我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了 回复她的是满脸的生气 该死 怎么总是被这个男人撩倒 不行 我要扳回一局 只见她双手防缓缠过陆立杨的脖颈 说起来 裸小姐似乎非常地了解你 都知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 可是我早就被你一个神魂颠倒了 尤其是那天晚上 这个女人实在太会了 上一秒还含情默默地撩着眼前的男人 下一秒就拍拍屁股转身下车 陆立杨恋恋不舍地想去挽留 可是 她俩之间隔了一条浅浅的安全带 她在这头 顾一雪在那头 真是拿她没有办法呀 车下的顾一雪一脸得意 终于看到她吃鳖的样子了 这一刻 仿佛空气都是香甜的 还没香甜多久 转头就看到了一张令人讨厌的脸号 她的前男友慕绍晨已经在等候多时了 看着从陆立杨车上下来的顾一雪 慕绍晨满脸的失望 难道你真的为了三十万就把自己给卖了 这跟你有关系吗 顾一雪也不解释 一雪 我是担心你啊 明明我可以给你 为什么还要去找别的男人 我们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 我和谁在一起和你没关系吧 话说你来这里 你老婆知道吗 看着愣在当场的渣男 顾一雪也是彻底服气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有些人看来只有挂在墙上那天才会老实啊 你不要走 慕绍晨突然伸手抓向顾一雪的胳膊 你到底想干什么 把手放开 你对我这么冷漠是因为陆立杨吗 看来 你从不觉得自己劈腿有什么错 我真后悔喜欢过你 看到顾一雪痛苦的表情 他懵得放开 我不是故意的 陆立杨这种情场浪子 你和他在一起肯定不会有结果的 情场浪子 慕先生是在说我吗 一道声音悠悠传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风光的事情 不理会背后说坏话的小人 陆立杨直接走到顾一雪面前 本来想等你回家之后再走 没想到看到了这么一出好戏 两人一个简单的对视之后 都明白了彼此内心的想法 陆立杨转过头悠悠地说道 在我面前招惹我的女人 慕先生 看来你的胆子不小啊 你见过这么飘的男人吗 大庭广众之下 对别人的女朋友动手动脚 反手还诋毁别人男友是个情场浪子 好在陆立杨及时出现 可渣男还是嘴硬 希望陆立杨不要说那种让人误会顾一雪的话 陆立杨只是一脸玩味地看着他 自然而然地搂过顾一雪的腰肢 并告诉他两人即将结婚的相信 渣男男脸的男女之心 不断地想要确认这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今天我们已经看了婚房 等我爸身体好点就要结婚了 慕少臣 我们早就没用任何关系了 以后别再纠缠我 那样我只会更加瞧不清 在渣男衣不舍的目光中 两人潇洒离去 画面来到了三年前 这一天 顾一雪失去了自己最亲爱的妈妈 伤心欲觉得他只希望 可以在男友的避宝下 恢复内心的伤痕 当他来到慕少臣家中时 眼前的画面直接将他 打入到人生的最低子 那个时候 他只可以 他暗暗发誓 今后再也不会原谅 这个令人作偶的渣男 时间回到现在 顾少臣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来找顾一雪的事 还是被现女友发现了 谢嘉宁对着电话 就是一顿披头盖脸的泡响 结婚前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爱的人不是你 是你一定要跟着我 那么 你现在对我也不该有太多的奢望 说完后 顾里会谢嘉宁那头的咆响 给你的挂断电话 看着顾一雪的背影 他又陷入了沉思 回到家中的顾一雪 连忙对刚刚陆立扬的解围表示感谢 一句感谢可打发不了我 你难道不请我上去做作吗 今天真的不方便 改天我请你吃饭 比起吃饭 我更喜欢吃你 这个该死的男人又撩上了 顾一雪只是鄙视地看着他 又是这一套 你们霸道总裁一天不这样会死啊 随后跟他正式道别 陆立扬打断他 一脸认真的说道 遇见左一时 你跟我说没有女人 会希望自己丈夫和前人有联系 可作为一个男人 我同样不希望 我的女人会被前男友牵动心血 顾一雪看着眼前 醋意大发的陆立扬久久不语 他不知道的是 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正被眼前这个男人悄然触动 这个女人简直不要太离谱 看到别人端了一碗热汤出来 就忍不住扑上去想洗个脸 功夫不负有心人 如愿以偿的他 却摸着脸床痛苦的大脚 在周围人怪异的目光下 他猛地扑进男友的肩中 希望可以得到应有的安慰 少臣 你千万不要怪顾一雪 毕竟他也不是故意的 好一招反客为主 实在是高 时间来到两个小时前 送走路立扬的顾一雪 将顾爸接回到家中 继母看到后一把 将顾爸讲过 并不断地表示自己 是有多么的担心 顾一雪只是静静地 看着厚颜无耻的继母 内心说不出的难受 这个时候 穆少臣和谢嘉宁 又阴魂不散地跟来 怎么哪都能碰见他 是真的会气啊 他直接转头进入卧室中 眼不见心不反 穆雅琴出来一把 拉着谢嘉宁的手 声称有礼物要送给他 几分钟后 一脸兴奋的谢嘉宁 来到穆少臣的身旁 开心地炫耀着 刚收到的手镯 姑姑说这个手镯 是穆家传扁而细腹的 让我好好收着 以后好给你们穆家传宗接代 他把自己当成我的婆婆 穆一雪的继母穆雅琴 正是他前男友 穆少臣的姑姑 听到此话 穆少臣直接把 不月写在了脸上 看着他僵硬的脸庞 谢嘉宁也是暗暗吐头 少臣这人什么都好 就是太冷淡了 尤其是在床上 他表面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 姑姑刚刚还催促 我们要的孩子呢 你自己现在还是一个人 你们要是有 随地发情的习惯 也别在我加爱我的眼 不速之客地出现 打断了沉浸在 二人世界的两人 穆少臣猛地 把怀中人推开 表示这些都是误会 又是这个女人 凭什么她一出现 少臣眼里就都是她 她暗暗发誓 要给姑一雪 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即将吃饭时 看着女人手中的热讨 她按照机会来了 于是便发生了 开头的一幕 听到谢嘉宁的话 继母和顾爸 也是嚷嚷着 要姑一雪道歉 他们的话像是一根字 狠狠地扎入到姑一雪心中 你有体会过 被人冤枉的感觉吗 绿茶女想要 对这个女人不利 不料陪了夫人又折兵 在绿茶女的精心表演下 父亲和继母 都来指责姑一雪 前男友也是 大言不惭地 跳出来要她道歉 看着卖弄可怜的两人 姑一雪只感觉 一股无名怒火 在心中灼烧 醒醒吧 这都二零二年了 你们那点拙劣的演技 能骗得了谁 不好意思我忘了 你要保持小白花的人设 听到此话 穆雅琴急眼了 跳出来大骂她没有教养 姑一雪也不惯着她 直接和她针锋相对 这个时候 亲生父亲也来指责她不懂事 听到父亲的话 姑一雪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男生 每次起冲突的时候 不管事实如何 你都要我退步 最后甚至把我赶出了国 以前的我只会一次又一次的人啊 今后 我绝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 小贱人 你吓唬谁呢 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穆雅琴听到姑一雪的话 气不打一出来 当即就要动手 可是她半空中的手 被另一只有力的臂膀 狠狠抓住 我不在的时候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一雪的吗 突然感到的 陆立阳一脸温怒 你怎么来了 我要是不来 都不知道你在顾家会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探亲来人后 两人也是秒变脸 直接开始阿谀奉承 本来是打算谈谈我和一雪的婚事来着 既然她在顾家待得不顺心 那就没有必要了 听到此话 顾一雪更难受了 原本以为还有爸爸真心疼我 现在看来我才是外人 既然这样 我还有什么留念的呢 从今往后 我只为自己而活 两人从顾家出来后 陆立阳直接告诉她要带她去领政 在顾一雪怀疑的目光下 她拿出了顾家的户口本 你的继母早就把你家的户口本送到我的公司了 看着面前的小本本 顾一雪之感慨失态的炎良 陆立阳也在此时 慢慢地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盒子 果然 是一个bling bling的大钻戒 此刻 这个男人前所未有的认真 顾一雪 嫁给我吧 你的余生 今后由我来负责 女人上午才因为父母的薄情愤然离家 下午就被霸道总裁温柔求婚 大肠包小肠也不过如此了吧 陆少的求婚方式有点特别啊 不是应该下跪的吗 我陆立阳长这么大 还真没有跪过谁 不过若是向你求婚 我愿意 话音刚落 陆立阳便亲吻过他的谦谦欲指 受不了了 这个男人也太会撩了吧 一下午的忙碌之后 看着手上的结婚证 顾一雪就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 完全没有想到接下来会走到这一步 咱们现在该休息了 陆立阳缓缓地走了过来 我第一次结婚 没什么经验 咱们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你要慢慢地习惯 在顾一雪欲拒还赢的目光下 两人 第二天 刚睡醒的顾一雪 感觉身体都不是自己的 幸好她还没有禽兽到一夜 果然小说里都是骗人的 伴随着开门声 陆立阳走了进来 这么早就醒了 我买了早点 下来吃饭吧 陆立阳你怎么还在这 这是我们的婚房又不是酒店 抱歉 我还没有习惯和你在一起 刚下地的顾一雪一个亮墙 就被眼前的男人给稳稳扶住 看来以后 你必须习惯在我身边了 陆立阳慢慢打开衣柜 跳一件喜欢的幻上吧 看着衣柜中琳琅满目的衣服 都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至少在这一瞬间 自己没有嫁错人 吃饭时 看着陈思中的妻子 陆立阳忍不住地好奇 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该不会从今天开始 我都要面对你吃早餐吧 他又自顾自地说道 应该不会吧 毕竟我们还没有熟到那个地步 他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了 住同一栋别墅的房客吗 顾一雪的话点燃了总裁的小雨中 只见他猛地将顾一雪拉入怀中 我突然觉得 比起早餐 你好像更可口啊 我现在已经深陷在你的温柔香了 啊救命啊 陆立阳的油腻霸总雨露又喜加一了 男人满脸的宠妮 想要和他贴贴 女人却一脸正经地将他推开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顾一雪决定今天要回门了 你真的确定今天要回去了吗 对 我要把户口本还回去 并且做一个了断 正好 昨天你在顾家的遭遇 我也该跟他们算算账了 随即 两人来到了顾家 刘妈 快去沁茶 陆总您大驾光临怎么也不说一声了 两人一脸的不屑 不用了 我今天来只是陪一雪的 看着在陆立阳面前卑躬屈膝的父女 顾一雪是见怪不怪了 算了 把户口本还给他们就走 陆少 我明镇局的朋友说 昨天看到你和一雪去领证了 嗯 半个月后我们会举办婚礼 届时会让人把情帖送来 听到这句话 穆雅琴开始大言不惭地提要求 希望陆立阳可以把 红女建筑刚拿到的工程给他们做 你这是什么话 这么多年顾家没少给你吃穿 现在正是你回报的时候 恶毒继母的吃相一如既往的难看 可笑 都2022年了还有人玩道德绑架这一套 穆雅琴 故事对我的培养和你好像没有一毛钱关系吧 听到这话 穆雅琴忍不了了 当即就想动手 好在被顾爸死死拉住 陆立阳的一声摔杯 打断了争吵中的两人 一雪是我的妻子 你们这样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怎么会呢 我就是想好好管教她一下 脸的她以后不听您的话 一雪你陪路总做一下 我跟你穆阿姨说点事 上到的顾爸趁时将穆雅琴给拉走 抱歉让你看到这一幕 我也没想到她会明目张胆地要好处 你刚刚为我着想 初面阻拦红雨和故事合作的样子 实在太美了 从今以后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不管是顾家还是什么 我都会帮你处理 一番甜言蜜语并没有让顾一雪领情 至少在表面上 留下了一脸委屈的陆立阳 户口本给我吧 我还给爸爸之后咱们就离开 这个没良心的 竟然一点都不感动 如果有一天你得知 自己并不是父母亲生的 你会崩溃吗 会感到无助吗 从陆立阳魔爪中逃出的顾一雪 暗松一口气 果然她之前的淡定是装出来的 还是赶紧把户口本还给爸爸吧 她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所见的一幕 将是她今后人生的转变点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 借着一雪拿到项目 不就相当于卖女儿吗 她不是我的女儿 可她同样也不是你的女儿 两人的谈话 被门外的顾一雪 听得一清二楚 一雪是我看着长大的 要入坠顾家 我也不至于喂婚生子 把少臣过继给我弟弟 他才是咱们的亲生儿子 门外的顾一雪又一次震惊了 原来沐少臣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确实是我亏欠了你们 可一雪是无辜的呀 说得好听 你这么维护她 还不是忘不了顾婉那个贱人 要不是她 我怎么会这么多年没有丈夫 也没办法认阻归宗 看我不砸了这个相框 果真是相犹新生 看到这里 沐雅琴之前对顾一雪的所作所为 也就能解释得通了 顾一雪哪能如她所愿 只见她一把抢过母亲的相框 你算了什么东西 也配碰我妈妈的遗诏 对于突然出现的养女 两人直接愣在当场 一雪 你怎么上来了 刚刚我们的谈话你都听到了吧 她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真不是您的亲生女儿吗 你还端什么大小姐架子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是一个生父不祥的私生女儿而已 不等顾爸说话 沐雅琴直接摊牌了 那你呢 你是沐少臣的亲生母亲 是我爸爸这么多年的爱人 没错 要不是因为你妈妈 我们早就结婚了 你妈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三 听到这儿 顾一雪直接伸手掐住了她的脖子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是你再敢诋毁我母亲 信不信我直接割了你的舌头 霸道的气势 直接将沐雅琴震得不敢再造词 有一个霸道的男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听到了楼上的争吵 陆立扬慢慢走了上来 顾太太火气有点大了吧 敢这么数落我的太太 你是嫌自己命长了吗 看到脸色逐渐阴沉的陆立扬 顾爸赶忙解释 表示穆雅琴没有坏心思 不理会慌张的两人 她过去拉过顾一雪的手 想要给这个被偏见的女人一点温暖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 否则 我会让整个顾家知道 招惹我的女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两人连连表示不会有下次了 果然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一雪咱们走吧 等等我还有事问他们 当初和我妈妈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他到底是谁 顾长红只是轻轻摇了摇头 开始慢慢讲起了当初的渊源 原来他只是顾家的养子 对于一雪父母的事情并不清楚 只是和他母亲领了结婚证 属于名义上的丈夫 也从不顾问他母亲的私事 我知道了 接下来我会自己去寻找真相 说吧 两人潇洒地转身离去 不留下一丝云彩 你撒谎的本事可是越来越炉火纯青了呀 两人刚走 穆雅琴就开始阴阳怪气 立足了 一个大逼斗直接呼在了他脸上 穆雅琴满脸的难以置信 这个男人从来没有凶过他 更别说给他个响亮的大逼斗 顾家当年的事情 你少插嘴 不然 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我知 知道了 穆雅琴彻底认怂了 顾长虹这才缓缓放开他 那个人 可是连陆丽阳都未必敢得罪的人物 我绝对不能惹护上身 顾长虹一脸的后爬 回去的路上 顾依雪看着母亲的相框陷入了沉思 陆丽阳只是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 但想 他缓缓抬起头 你可以动用人脉帮我查一下 二十年前我母亲身边的男人吗 二十年前的事 即便是我也未必能查到蛛丝马迹 如果真如顾长虹所说 我的父亲就是一个抛弃气底的渣男 不找到他 给妈妈出一口气 这怎么行 看着如此可爱的妻 陆丽阳再也忍不住了 二话不说就吻上去 两个人忘情地在车后座贴贴 却给人司机整得挺无语 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多余的 似乎察觉到了一样 顾依雪一把推开眼前的男人 你干什么呀 霸总此时也露出了娇羞的样子 表示想轻轻 在顾依雪娇羞又懵逼的眼神下 陆丽阳又一下子扑了上去 双手也不老实地在他身上揉走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评论区打出报报 或三个666就会有隐藏特效 快去试试吧 顾依雪只能无奈地求饶 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放过你 昨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听到她的话 顾依雪赶紧扭住她的嘴巴 女人的矜持使她无法回答 这个难以启齿的问题 看着怀中人娇羞的母亲 总裁的恶趣味总算是得到了满足 好了好了 不够你了 我在私人会馆给你订了婚纱道 咱们正好过去看看 陆丽养你猪衣的吗 谁让我的鱼血那么可爱 脸红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想 闭嘴 你再说一句信不信我咬你 好好好 我不说了 咱们去看婚纱 一般折腾后 两个人终于消停了 这狗男人 真是乐趣味 随即两人来到了婚纱店中 陆太太是我见过最美的新娘了 是啊是啊 这套婚纱出自世界知名设计大师之手 陆先生对您太好了 两个店员在顾一雪身后一唱一鹤的夸赞道 也对 不是昂贵的设计 怎么能配得上她的身份和地位 看着身着婚纱的顾一雪 这个男人又开始了 一雪 你穿上婚纱的样子真美 穿个婚纱而已 你不会又把持不住了吧 你错了 不管你穿不穿 该把持不住的时候 我都把持不住了 你能不能别在大庭广众之下乱开车呀 老购小姐此事不懂事地跳出来 询问两人是否满意 满意不满意的我太太说了才行 你确定要我说吗 不喜欢 太奢华了 结个婚而已又不是啥大事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个文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够 那就两个 看到妻子不满意昂贵的婚纱 理由竟然是结婚不算什么大事 总裁暗暗伤心 原来跟我结婚 在她心里并不算什么大事 和陆立阳的婚姻只能算是合作 根本没有感情可言 两人内心怀揣着各自的小九九 既然不喜欢 那就把这件婚纱处理掉吧 陆立阳赌气地说道 老购小姐一脸惊讶 似乎不敢相信 价值百万的婚纱在眼前 这个男人眼里是如此的碎 这么贵的婚纱说处理就处理 他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随即 顾一雪喊住导购小姐 并悄悄说了些什么 陆立阳在一旁默默地生闷气 顾一雪看到后 一把抢给他手中的打火机 此处禁止抽烟哦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我说 如果他们需要 我可以把婚纱折价卖给这里 必是有钱人多 应该不难出手 陆立阳也气乐了 合着你得这儿 拿我当冤大头呢 反正陆绍不需要 何不让我小赚一笔呢 到时候用这笔钱 添置一些我们婚礼上的东西 不是正好吗 听到这儿 总裁委屈巴巴地说道 可是你不是说 咱们结婚不算什么大事吗 我只是不喜欢浪费 不喜欢那种奢华 而没有意义的形式 一雪 其实你还是在意我的对吧 不等他回答 总裁又一把将他抱住 狠狠地拙了上去 晚上 两人又没羞没躁地 生活在了一起 顾一雪也是乐在其中 越陷越深 早上浑身酸痛的 顾一雪刚刚起来 就看到了一身 家庭富男穿着的大总裁 这又是什么装扮 家庭主妇吗 一雪 看我做的这些 合不合你胃口 堂堂路少竟然为我 亲自下厨 还以为他要把 爸总的精神贯彻到底呢 不理会顾一雪 内心的小九九 陆立扬轻轻吻过他的额头 快吃饭吧 我先去冲个澡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这种契约婚姻 是真实存在的吗 正当她准备吃饭时 一道敲门声响了起来 什么叫娶了媳妇忘了娘 你可以在这个男人身上找到答案 正吃早饭的顾一雪 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 一个陌生的女人 出现在她的面前 顾一雪热情地 跟她打招呼并询问来临 可陌生女子都不正眼看她 我是陆立扬的母亲叶曼青 顾一雪总感觉 她对自己很奇怪 表面还是满脸笑容的自我介绍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失去的话应该离开这里 女人赚钱的方法很多 靠着出卖身体取悦男人 是最低级的 好家伙 一进来就是开门见山的一顿书夫 伯母 我得跟您说声道歉 因为从昨天开始 我就是您儿子的合法爱人 不止您所在的这顿房子 就连您儿子都是我的 听到这儿 叶曼青傻眼了 现在的儿媳妇这么狂吗 你既然是我儿子认定的爱人 怎么能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 我对您的态度取决于您对我的态度 我希望您以后温和心 否则我以后也没办法保证 跟您和平共同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谢谢您夸赞 没事的话我去上班了 嘎嘎嘎 对婆婆真是太爽了 这个时候 刚洗完澡的路 丽阳找得出来 顺便跟母亲道了生澡 丽阳 这个女人怎么回事 不理会母亲的质问 她直接来到故意学生堂 早餐都没吃完 这就着急出门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短短几分钟 我已经和你母亲成为死人了 我妈的性格我清楚 委屈你了 我让司机送你去公司 记得吃早餐 知道了 两人在黑脸母亲的注视下 缓缓告别 丽阳 这个女人是什么人 简直太无礼了 她叫不一许 管她什么许 赶紧给我把她处理掉 太没有教养了 妈 看来你还不明白 她是你现任丈夫 顾郑勋的私生女 听到这儿 叶曼清大惊失色 你故意找你付书的私生女 还和她结婚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反正你当年不顾我们反对 我爸刚死 就攀附上你那初恋 这次 呵 你干在她那边 我也不起 在叶曼清的惊哭声中 陆丽阳缓缓离去 一段埋藏在心底的回忆 慢慢涌了出来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别人都无所谓 唯独医学 这个少年13岁 就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而他的母亲没过多久 就带着他改嫁自己的初恋 少年因此性情大变 越发地仇视自己的后爸 长大后 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 恰恰是自己后爸的私生女 为什么 我要寻找的那个女孩 偏偏是女人医学 如果你知道真相的话 还会站在我身边吗 这一刻 陆丽阳开始在患得患失中惶恐 此刻惶恐万分的 还有他的母亲叶曼清 丽阳一定在计划着什么 我得赶紧把这事告诉郑勋 想到陆丽阳说过的话 他又动摇了 现在说出去 只会加深他们父子间的毛补 还是得从顾医学身上 解决这个事情 第二天 叶曼清就约了顾医学 在咖啡厅见面 没想到伯母会主动约我 实在是受宠若惊 顾小姐 昨天不清楚你的身份 对你说了无理的话 我很抱歉 伯母 您客气了 有话直说吧 好 我听说丽阳砸了两个衣 替你们顾家还债 我们陆家不在乎这两个衣 顾小姐是聪明人 应该懂得见好就说的道理 顾医学微微一笑 可是我和您儿子已经结婚了呀 你没有戴戒指 就代表你心里也不赞同这种婚姻 不是吗 听到这儿 顾医学真是帅哥 内心暗暗吐槽 谁脑子有炮出门 会把鸽子蛋带在手上招摇啊 您儿子用两个衣买断我的人手 我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 你以为他花两个衣是为了得到你吗 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 以您儿子的精明程度 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两个衣是不少 但是 我孤一雪职这个家 孤一雪一番高傲又霸气的话一下勾起了叶曼清的回应 孤一雪的母亲当年就是这样不容拒绝的神态 江富正勋从他身边抢走 你傲慢自大的样子和你母亲一模一样 同样令人不爽 你认识我妈吗 当年必是最出名的名媛千金 谁不认识 可能你没听过 陆立阳的身负曾有黑道背景 虽然这么多年了 依旧有一小批忠心耿耿的人存在 要是知道你一直缠着立阳不放 就怕他们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 这时 一只有力的大手轻轻拍在他肩膀上 活霸留下来的势力 您最好不要随意指手画脚 本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得不过瘾的话 可以把光荣脸在评论区哦 作者看到后就会明白有用的意思了 当爱变成了扭曲 那就会面目全非 看到了突然出现的儿子 叶曼清满脸的不可思议 原来 在故医学与他见面之前 就偷偷地通知了陆立阳 我要是没来 都不知道您为了对付我的女人 还要动用我爸的人 妈这也是为你好 你为什么偏偏要和他结婚 你根本就不爱他 世间有多少父母 是打着对你好的旗号 控制着你的人生 眼前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您为什么会觉得我不爱他 还是说 看到他您想起您自己 您同样也不爱我爸爸 却还是为了钱嫁的他 不是吗 听到这儿 叶曼清瞳孔猛的一锁 连你妈都敢置问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混了 说着 就抄起桌上的杯子 想要砸过去 可他半空中的水 却被稳稳地拦住 叶曼清难以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人 不敢相信这个女人 还敢对他出事 不好意思 这动作我比您熟 就算您是他的母亲 也不能这样对待我的男人 看着针锋相对的母亲和媳妇 陆立阳也是跳出来站队 您刚刚问我 为什么非要和他结婚 说到一半 他一把老婆顾伊雪的腰肢 因为 我陆立阳爱顾伊雪 此生 非他不娶 说吧 就带着情 扬长而娶 车上 陆立阳一路无语 跑向咖啡厅的事情 对他冲击挺大 顾伊雪在一旁泛起了嘀咕 两人不像母子 反倒是像仇人 没想到陆立阳的家庭 也这么糟心 想到这儿 他就开始在一旁 安慰眼前的男人 事情过去这么久了 我早就不难过了 伊雪是在心疼我吗 是啊 本想安慰安慰你 既然你都不在意了 那就算了 画面来到了富宅 叶曼青在屋子里来回堵 最近发生的事情 使他寝食难安 可是 越怕什么 就越要来什么 家里的男主人回来了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早上让张妈给你煲了汤 现在我就给你去盛 男人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 神 什么 郑勋 你是不是又在外边听到了什么 你太让我失望了 丽阳前两天没有告诉任何人就领证了 你今天又单独约他爱人出来 要不是我觉得不对劲调查了一下 不然都不知道 丽阳娶了顾婉的女儿 也就是我的女儿 你 你知道了 那你打算怎么做 既然是我的女儿 那当然要把她接回到我的身边 男子霸气十足地回答道 什么叫来而不枉飞里也 眼前这个男人会给你完美的诠释 你若给予我真诚 我愿与你奔赴山河 从咖啡厅出来的陆丽阳 看到绞尽脑汁安慰自己的妻子 他也忍不住开起了玩笑 只见他在路上猛的一个急刹车 直接引起了顾医学的吐槽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这样是违反交通规则的 你知道吗 这些都不重要 你想要怎么安慰我呢 安慰什么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 正当两人在车内轻轻我我 打情骂俏之时 所谓怕啥来啥 交警可不惯着他们 两位先停一下 你们违规便导 违反了交通安全法规 现对你们处理二百块钱罚款 谁让你违规便导 这下好了 违法了吧 好好好我的错 可是我只是想要得到你的安慰而已 话音刚落 顾医学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如轻瓶点水般在他脸上轻轻划过 我不会安慰人 送你这个总行了吧 顾医学教修道 正所谓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陆立扬随意地将车停在路边 慢慢解开身上的安全带 这次可是没有随意扁道 说完 又猛地一口啄了上去 医学 你记住 这样的亲吻才能安慰到我 说什么安慰 我看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看着陆立扬还要有共同 他敢往求人 表示要回家了 随即 两人在嬉闹中缓缓向家里逝去 次日 一间环境叠至的咖啡厅内 顾医学像是在等什么人 忽然一个少女出现在他眼前 当当 医学 这段时间有没有想我呀 飞飞 你又迟到了 眼前的女子正是他的好闺蜜林飞 没办法呀 谁让那些师兄落得跟菜精似的 没有一个能打的 爸说你找我什么事啊 我来邀请你参加我和陆立扬的婚礼 听到这儿 正喝咖啡的林飞猛地一口喷了出来 你说谁 她满脸的不可思议 红语集团的陆立扬 你现在已经是权毕式单身女性的功底了 结个婚而已 没那么夸张吧 相信我 事情远比想象的要严重 你赶紧把婚给退了吧 恐怕不行了 已经领证了 听到这儿 林飞也慢慢地接受了 咱俩真是亲闺蜜啊 连禁欲都是这么的相似 什么意思 本来我也是想邀请你参加我的婚礼来着 咱们两个今年走了水泥吗 我嫁了个总台中二病 时不时给你整两句土味情话 我嫁给的这个和不被家族认可的前女偶段撕脸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命苦啊 两闺蜜见面的场景在此刻变成了卖惨大会 这是两个同病相连的好闺蜜 一个嫁给了中二病总裁 另一个嫁给了处处留情的公子哥 两人就这么趴在桌子上赶抬命运的不公 但想两人又相互鼓励 绝对不会向命运屈服 既然做好了决定 就不会再后悔 吐曹波后顾医血心情明显好了不少 正当他哼着哥来到家时 正巧看到了一个可疑的陌生男子 顾小姐您好 我是傅大人的贴身保镖 我不认识什么傅大人啊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男子说明了来意 傅大人是陆立阳的继父 想要请顾医血见一面 思考良久后 他决定跟着走一遭 傅大人吩咐过 顾小姐不必刻意的准备 只是普通的家宴而已 好吧 那就请先生带我过去吧 男子不知道的是 顾医血偷偷地把去傅家的消息告诉了陆立阳 回复她的是一条莫名其妙的消息 车内顾医血看着这条消息陷入了沉思 难不成会发生爆炸吗 那样的话我可太惨了 在他胡思乱想之际 车子一个急刹车 猛的停了下来 顾医血的大脑门也狠狠撞在了前面 这下他终于明白系好安全带的衣服 你们的办事风格 还是一如既往的令人不爽了 来人正是匆匆来迟的陆立阳 看到眼前的男人 顾医血像是找到了依靠 猛的冲了过去 不知不觉中 这个男人已经成了他的唯一 我还以为你不会打他了 听到这句话后 陆立阳难得地露出了笑容 傻瓜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无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这一刻 两个孤独的心灵正在互相救赎 走 咱们回家 看来老狐狸已经察觉到 我和医血结婚的意义 但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把医血交出去 可是男子怎能令他们如意 当即跳出来拦着两人的去脉 你给我让开 男子还想解释 傅大人只是想 话音未落 陆立阳过去直接就是一个下狗犬 回去告诉他 只留下因痛苦而瑟瑟发抖的男子 这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 即使在大的事儿 也不能使他内心泛起波澜 可今天 他却前所未有的紧张 曼青 你上次给我买的外套放在哪里了 你说我要不要打个领带啊 要不你去告诉厨房再加两道派吧 顾正勋的一席话 引起了叶曼青的几率 我嫁给他这么多年了 从没见过他这么高兴 他头一次这么开心 竟然是因为顾婉的女儿 这时顾正勋走了出来 你看我这条领带怎么样 正勋 你这么隆重做什么 只是加艳而已 这样会把伊雪那个孩子吓得我 这么多年了 我没有进到一个做父亲的主人 现在也没有资格让他 夹在我和他丈夫之间为难 初次见面我只想好好看看他 以后默默地在身后保护他 不会让他知道 我和他有血缘关系的 话说黄刚去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回来 这时 司机匆匆忙忙地打了回来 本来已经接到了顾小姐 只是半路路绍把人带走了 我拦不住 你脸上的伤怎么回事 也是路绍 他还说 您如果想要见顾小姐 必须 必须经过他的途命 他这是向我示威呢 正好几年没见了 看样子我得亲自走一趟 红雨见着 陆立阳的办公室内 陆立阳看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却一点都不奇怪 没想到您这么快就来了 立阳 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 伊雪只不过是一个 破败家族的千金 以你目前的地位和圈子 和他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 你接近他 不过是为了对付我 复苏不愧是复苏 这都被您看出来了 立阳 你还是太年轻了 以我的权势 想要收拾你的话 并不难 是啊 可现在我是伊雪的丈人 你要对付我的话 你猜他会站在哪一边 此刻 两人针尖对麦毛 都在等着对方继续出招 暗想 陆正勋缓缓吐了一口气 这是你母亲 嫁我时转赠给我们 彭玉集团 20%股份的转赠 我可以把它还定 在亲爱的女儿面前 这个刚正不恶的男人 最终选择了让步 好